打造最強音樂平台 WSM環星娛樂 秋歌夜宴 舞站歌台 莫玉秋顏聯舞 感激跟你遇上 相識一場 好好唱聚 2024年10月10日 傅林皇宮石門店 訂座電話8111-8111 星級靚聲,盡在還聲 作曲詞 盡在還聲 邪陽裡喜趴更重 邪陽目下心中不必慶芳 直到聽照天邊一光 新的希望 湖着湖泥又湖灭 哪怕去到远远阿方 前程尽愿望自明百年江 泥霞抹干 敢抵抗高山 攀过望远方 邪游泪气泊更装 邪游落下心中不必惊慌 直到听着天边一光新的希望 湖着湖泥又湖灭 哪怕去到远远阿方 前程尽愿望自明百年江 泥霞抹干 敢抵抗高山 攀过望远方 小小苦楚等于激励 等于腐海翻世浪 借着毅力似爱自喜 总要步步前往 斜队梦 斜队梦 喜帕更装 斜队梦 心中不必驚慌 直到亭朝天边一光 新的希望 糊粗里有湖面 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前程尽远望 前面百年港 雷霞抹干 敢抵抗高山 攀过望远方 斜阳里 极怕更壮 斜阳屋下 心中不必驚慌 直到亭朝天边一光 新的希望 糊粗里有湖面 哪怕去到远远那方 前程尽远望 致命百年港 雷霞抹干 那麽抵抗高山 攀过望远方 小小苦楚等于激烈 等于腐海翻世浪 值得历历 自我自喜 最重要 寶寶前 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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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之前我們唱的歌 我選了出來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歡 不過我覺得這首歌的名字我很喜歡 前程感受 還有這首歌是我唱了一首歌那麼久的 差不多頭一兩首學的廣東歌曲 我覺得這首歌對我自己很大意義 所以問你 銀山這首歌可不可以一起合唱 你開到聲音 一定要的 不是 就算我不想的都是一個練習 其實可以走出自己既定的框框 因為有時我不自覺掉落在一個舒適的地方 總點說自己去嘗試新的東西 很多時候會掉落慣性 所以例如你選擇的時候 無論我喜不喜歡 都試了先 都是一個新的學習 不過你選擇這首歌的時候 在於彈琴的Chris來講 他一定不會的 前程感受 我認識 你認識是怎樣認識的 我當時聽獅子山下順便聽了前程感受 都是因為工作關係的 他聽獅子山下因為他認識了一個歌手 這位歌手也是唱前程感受 令到他的聲名更加更上一層樓 是 Roman 的歌 其實這首歌是1976年的時候 是一部日劇 它原本 我想這首歌 Chris不認識 一些都沒有問題 但是我想聽著感激你遇上的朋友 經歷那個年代一定會認識你的歌手 在我們的成長裏面 你都是其中之一的 是啊 每個人的成長是有一點不同的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每天放學的時候 因為我讀全日的 放學的時候 趕回去之後看電視劇 它是五點多鐘做的 這麼早的? 是的 五點多鐘做的 那時候七點多鐘做的那些翡翠劇上的 五點多鐘 那麼呢 1976年嗎? 七幾年 1976年我已經在航空公司做 這麼早? 是啊 你這麼早出來工作? 要養價嗎? 1974拿第一個冠軍 你74年拿這麼早? 1975拿第二個冠軍 唱歌的時期 我已經在航空公司工作了 哦 所以你就應該沒什麼機會看到了 少一點 因為比較忙的 不是 你就算 因為你工作 那你起碼朝九晚 你怎麼趕回去看 那時候沒有錄影 沒有啦 如果你說五點多鐘 我簡直沒有啦 所以我就知道這首歌 不知道這齣劇集的內容 不過我想如果你看 你都會有共鳴的 因為他在說 大家差不多年歲 在讀完書 沒多久踏入社會工作 各自拼搏 在工作裏面 因為各自不同的性格 你知道不同的性格 在同一個處境裏面 你經歷感受都各有不同 是啊 那怎樣去拼搏 奮鬥啊 怎樣去排除萬難啊 是啊 自己可不可以學到 他們要做的事啊 那於是乎 也會對於 那時候的年輕一群來說 有很多個共鳴 是的 有戀愛 有友情 戀愛 工作 因為那三個男主角 他們都是住在 同一屋簪下 同一屋簪下 所以他們很多時候 在共同成長 分享他們工作裏面的辛酸 開心與不開心的同時 他們各自都有他們的戀愛 有很多 所以分開過程裏面 有些勾心鬥角裏面 這三個是好朋友 有沒有認識了一個女生 每個人都爭著去追那個女生 哦 嗯 那或者有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或者有或者沒有 反而這部分我不敢肯定 但是裏面那一份友情 那一份向上的精神 我想對於當時年輕的 包括我自己在來 都有一個很大的鼓舞 還有他們的內容 也有很多的共鳴 所以這首歌 這個劇集 香港買回來播的時候 就是叫做《前程感受》 但是它的原本 日劇的名字叫做 《俺達至…》 《俺達至…》 《Tabi》 《我們的旅程》 《俺達至》就是我們 《Tabi》就是旅程 但是其實那時候 播的時候 都是播羅文的版本 就是廣東版本 很少 較少 播《中村雅傳》 唱的原本版本 《俺達至…》 這首歌是只有羅文 錄了嗎 好像沒有第二個歌聲 錄了 我也不敢肯定 但是我想最深刻的印象 都是Roman 但是同時 在這一個劇集裡面 還有一首歌 我很喜歡的 那首叫做 Tada O Myai 意思就是 Tada O Myai 即是說 其實它所指的是 是一個很親戚的稱呼 O Myai 其實 Honey 最好的你 最好的你 還是只有你最好的意思 Tada O Myai 因為這首歌我沒有聽過廣東版 所以在劇集中播放一定會播原本版本 都是中村雅俊唱的 兩首歌都是中村雅俊唱的 但都是一位當年日本很新進的年輕 當然現在年紀也差不多 他叫做小經階的一位作曲家 其實七八十年代很多香港流行歌曲 都是改編他的作品 同時他不單止會寫 他亦都唱的 2000年之後很多時在日本的演出裏面 雖然他的年紀也有差不多 但他也有出來唱他曾經寫過的作品 都非常好聽 他用他的方式唱 真的挺好聽的 不過我知道今晚在感激間的遇上 你除了選了《前逆感受》之外 這首歌我又想不到你會選擇 我不知道你等會是甚麼時候會唱的 就是《水長流》 哦 這些歌是我們最初學唱歌時 老師要我們唱的 《湯騎士》是很紅的 是的 一首歌一段回憶或許多回憶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按《激間的遇上》 水長流 流去不回頭 就像我倆的愛情 一發不能收 也就像我倆で帳你去ない 算是不能收 er ihr je er 會 seat 所以雖然終於我們能學習分享 像我少了 水長流 水長流 流去千萬州 就像我倆的愛情 永遠不停留 是又開始 我指球 奔向江河水長流 啊 啊 江河山請跟聲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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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山請跟聲吼 水常游 水常流 游去不回頭 就像我倆的愛情一髮不能收 生生世世到永久 看那江河水常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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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浪淘淘歲月悠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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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水常流 哇 這麼快 我剛才說 你會唱水常流 你剛才就唱了 一提這個名字我就覺得這首歌 咦 我都可以唱啊 為什麼我會選這首歌呢 我覺得這首歌很有趣 我們以前唱的歌 沒有理會哪一首歌 哪一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的旋律很特別 不是一般的國語時代曲的旋律 或者七十年代初呢 在香港流行的程度呢 蓋過歌 這首歌它本身就是出廚 聽你去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剛才記得這首歌 我還以為這首歌 是original 就是壞人的歌 原來是一首日本歌 原來還是我越大越懂得欣賞的這一位 真是日本歌姬 日本真的可以用歌姬來形容 一二故的 是美空雲長 他在六十年代唱的一首叫做 是很大河 大河流 那詞就是流水 那意思 原來他將它譯為水長流 但是呢 都相似的 這首歌呢 在我六七十年代 七十年代小時候呢 我只是聽過劉鳳平的版本 到處都是播出他的版本 所以我覺得這首歌呢 是他的 原來是 你知道我聽誰嗎 不知道 他聽《恩壽義》 是呀 他都唱紅這首歌的 唱得很佳思汗文的 是呀 是呀 還有呢 這個original 最初唱的 郭月板的是誰 姚蘇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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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姚蘇蓉唱很多 很好聽和很有名的歌曲 但是你知道那時候 台灣歌聲來說 台灣還沒有那些 即是給版權那些 總而言之 版權的制度還沒有成熟 是的 總而言之那首歌是好聽的 每個人都收拾了一首歌 只要唱 改編 各有各的版本 但我不知道他們唱日本歌 有沒有版權 這個不知道 但總而言之 台灣的歌聲呢 唱回台灣自己出品的歌 就每個人都不用付錢 嗯 還有我記得那時候 台灣是很多翻版碟的 嗯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翻版碟七彩的 什麼意思 不是黑色的翻版碟 不是黑色的翻版碟 全部那些 紅橙和綠青藍紙都有的 即那些大碟 那些叫做Color Diss 是啊 看上去是很薄 但很美 哦 那是第一代的Color Diss 只有少許透明的 是啊 但是它是翻版的 全部翻版碟都是color的 嘩 如果你 我有留就好 沒有一直都沒有 其實那時候你有一定 有有有 哇值錢啊 不是香港賣 是個個是 朋友從台灣回來 都是一堆一堆碟 因為曾經在八九十年代 香港的樂壇呢 很流行出color disc 是的 還有外國 嗯 現在間中都會有的 曾經有碟米白色 很漂亮的 曾經有碟珍珠色 是啊 哥哥也都出過幾隻 不同顏色的color disc 就不是你講的那隻 你那隻就是在台 我不是說不好 是呀 我突然想到很小 看到 我一旦已經忘記了 你這樣說 是呀半透明的 是的 還有它不是很硬的 有少少軟軟的 只是屈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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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可以大力 就是那時候 就是最多翻版 還有那些color disc 通常是四十五轉多 不是 是大碟來的 是呀 大碟來的 那時候每個人去台灣買的 就是翻版碟 還有一些翻版書 台灣你知道很文例的 那些書是 就是多到翻版書 是多到不得了的 那其實這種翻版 當然不鼓勵 同時 也在反映著什麼呢 反映著市場的需求 你說 當有一件事 在市場裏面 不停翻版 其實代表那件事 那個需求很高 是啊 所以你說真的 也在反映著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 就是有翻版書 很多 你說想想那時候 大家對於文字 那種渴求 其實一方面覺得 沒有一個合理的制度 去保護這個知識產權 但是另一方面 原來有些人 追求學識的熱切 是這麼高的 當然也提到一件事 那時候的餘留沒有那麼多 是嗎 是 哪裏會 要聽莫旭秋的歌 上youtube就聽到 又或者 去到感激根的異常 按一個按鈕 聽第幾集都可以 但是同時 如果面對面 一邊吃飯 一邊唱歌 我想真的有機會 平時就沒有什麼機會 只是一邊看著 一邊看著我吃飯 一邊唱歌 你說是看著我吃飯 然後就看著我唱歌 一邊吃飯 一邊唱歌 你上次這樣說 這個是錯的 大家來 應該是10月10日 大家來就是 你們吃飯 我們就不吃飯 不是 我想最主要就是 其實在進食的過程裏面 人會不自覺 將自己的防衛放下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去談生意也好 談食也好 都說不如先吃飯 其實在吃的時候 人的防衛會放下 但與此同時 就是當大家 如果有美食當前 在進食的過程裏面 那種情緒又放緩 大家感覺到很親切 再加上莫旭秋 他的歌聲那種感染力 那種感覺應該是更好的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是Lobest 就無所謂 知不知道他叫Lobest 休息一會再說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夜 星星結聚 紅衣已聲伴遂 我在凡星夜裡 成功他共對 但星不再聚 紅衣風中秩序 我問韓風 葉水 我問韓風 葉水 誰令他 別去 我知一切 我知一切來日可淡忘 淚水會佔光 但我不滿 但我不滿 時日彷彿停頓 用人 用人偷回望 夜可知我淚 無力 無力 引顏淚 無力 引顏淚 現在無聲夜裡 無聲道去 無聲道去 百分之靚 無聲音樂 我知一切 来日可荡漠 泪水会沾干 我知不满 时日荒忽停顿 容人偷回眸 我夜可知我泪 无力引眼泪 现在无声夜泪 无声 毒泪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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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念 有几分憔悴 你的眼 有惨了的泪 你的唇 美丽中有疲惫 我用去 这夜的时间 想分辨 在你我之间 到底谁 会爱谁多一点 我宁愿看着你 谁得如此沉静 胜过你心事 却裂般无情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你要不要 唇一走 唇一走 花又落 用心凉哭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搓放你的手 Zither Harp 你的念 有几分憔悴 你的眼 有残留的泪 你的唇 美丽中有疲惫 我用去 这夜的时间 想分辨 在你我之间 在你我之间 到底谁 会爱谁多一点 我宁愿看着你 睡得如此沉静 胜过你心事 却裂般无情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你要不要 唇一走 花又落 用心凉哭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搓放你的手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惜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你要不要 唇一走 花又落 用心凉哭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搓放你的手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你说你 想要逃 偏偏注定要落脚 偏偏注定要落脚 情灭了 爱惜了 剩下空心你要不要 唇一走 唇一走 花又落 用心凉哭却成空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搓放你的手 我的痛 怎么形容 一声爱搓放你的手 音乐周浅矿 人有时候 对我一样的人 有时许多努力也好 很想走出其他框下 原来 自己的世界真是很小的 所以可以结交一下 天下的朋友 包括这个 freue Greg 突然爆她头很浮年 其實老best很簡單 老是老亂的老 即是年輕的老人家的老 best其實是英文字 BEST 即是 知好 知愈老愈好 老best 現在的術語叫做 老友記 是嗎 你聽過嗎 Chris 現在聽過 是嗎 是 對的 老友 老友是甚麼意思 老友記 即是大家是死黨很老友 老死 但他們在網上寫就叫做 老best 即是說情非煩煩 可以這樣說 即是我這樣形容也挺對的 既然情非煩煩大家老best 是否應該要支持一下 是的 應該支持 支持10月10號的秋歌夜二 是 舞站歌台 是的 其實那個經歷挺好的 在於我們來說 因為 其實生活裏面 有很多東西值得慶祝的 譬如說人與人之間 我們有機會坐在一起吃頓飯 有機會結識 其實應該是值得慶祝的 對於我來說 我不會不得理所當然 我說 我們邀請所有的老best 一起出現 在10月10號的秋歌夜宴 舞站歌台 有些人以為 到時我們會現場直播呢 第一 我們因為預算 還有因為科技機械上 沒有辦法支援現場直播 哈哈哈哈 講笑而已 你說完 我們希望 那一晚大家聚在一起 去經歷一個 又漂亮的歌 又漂亮的食物 又漂亮的人 還有呢 那一晚我們會 真的 都屬於一個懷舊的東西 如果大家可以 穿得懷舊一點的服飾 我們會 看看誰穿得最懷舊 有獎品的 什麼獎品不知道 到時已經算 嗯 嗯 我講的 是 到時 會不會錄影播出呢 是會 不過我們只是會給一些片段 例如當中 全場的精彩呢 是只有 現場的朋友 先參與的朋友 才可以去經歷這個珍貴的經驗 尤其是很多HELLO鏡頭 HELLO鏡頭 嗯 你知道你這個 這樣的形容呢 我突然間就想起 你剛才說 來了一句 Low best 我就想起 這些是一些潮語 是啊 我就想起 Law flat 嘩 你說法文嗎 你Law best Law就是中文 Best就是英文 如果Law flat 都配合你 Law就是暫立的Law Flat就是FLAG 就是其次的MCC 是的 我又知道一點點 為什麼 你剛才說 到其時 10月10日 可能現場會有HELLO鏡頭 但是 而事實 我想 我們做每一件事 我們的團隊 都希望可以做到盡善盡美 但是去到現場 究竟會不會有一些 意料以外 就是另作別論 所以 到其時 我們答應為大家 盡善盡美 做到最好 可能最終都是Law flat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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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其時 跟那個結局 有些少少落差 有少少落差 是Law flat Law flat 我以為你說法文 Law flat Law flat 不過 Law flat 是他們的朝語 青人的朝語 就是你剛才所說的 Law best 你不要說什麼 這麼poly深 你剛才那些意識形態表情 真的給你一個數字 Poly深 知道為什麼嗎 Poly深 知道為什麼嗎 你再說一次 用回剛才那種情緒 去說剛才那句 忘記了 我過後那些東西 真的 Poly深 不成勁 他突然有 有一個人叫Poly 姓神 你是朋友嗎 你想介紹他 姓神 不是叫Poly 是啊 你突然介紹這個朋友嗎 沒有 這也是一個 形容詞 又是一些朝語 即是解玻璃心 真的難為你 那什麼叫玻璃心 是啊 什麼叫玻璃心 什麼叫玻璃心 玻璃心就是很脆弱的 我以為你回頭才說 我說回頭才說 好可愛 好可愛 你…… 快點 其實你… 小明星 也不想 你不要再也ё 想你 我一趟 你把你的意思 好可愛 真的很可愛 好可愛 來匆匆 沒想到七夜匆匆 昨夜夢 卻見你寒情笑容 詞曲 李宗盛 忘了吧 在想它又有什麼用 還不是煩惱多一重 還不是有事無衷 來匆匆 沒想到七夜匆匆 昨夜夢 昨夜夢 卻見你寒情笑容 啊 漫長夜空 星夜無蹤 夜空之下只有我才回想著往事如雲煙 忘了吧 還是把希望託夜空 忘了吧 在想它又有什麼用 忘了吧 在想它又有什麼用 還不是煩惱多一重 還不是有事無衷 來匆匆 沒想到七夜匆匆 昨夜夢 卻見你寒情笑容 啊 漫長夜空 星夜無蹤 漫長夜空 星夜無蹤 夜空之下只有我才回想著往事如雲煙 忘了吧 還是把希望託夜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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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心是什麼 玻璃心其實是說人家 姓嬸的叫Polly 可以這樣說的 除了姓嬸叫Polly 很無故而已 你說玻璃心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一個讚賞的詞語 就是說一個人很容易受傷 很脆弱 容易受傷的人 自尊比較脆弱 容易被人激到 其實自尊是看每個人的程度去到哪裡 就好像我那樣我沒有自尊的 你怎麼說我都沒有所謂 人最好是這樣嘛 這麼開心 我覺得你很厲害的 有時候說一些話 有人說完之後不知道怎麼回答 她說真話呢 又怕你生氣 說假話呢 又怕你看得出 真的難受 這樣才好啊 是啊 近年間人 真的有很多玻璃心 是吧 知蓉兒被人打擊 是嗎 重慣了 我唱那個夜空 夜空這首歌是誰唱的 夜空其實真的很難唱 我都覺得很難唱 是啊 所以我喜歡向難度挑戰 這次唱得不好 下次唱好一點 這首歌不容易唱的 這首歌本來是五穆弘的 是 五穆弘的 不過其實你講到五穆弘 在日本藝能界 當然地位超然 同時他亦有一個紀錄 他入選了這個紅白歌俠戰 很多十千 五十 五十千 今輯的感激間遇上 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這個感受 前程感受 前程感受 講到七十年代 其實七十年代 你說你七六年的時候 已經大了社會工作 你有什麼娛樂呢 那時候 那時候娛樂就是去練歌 因為在航空公司工作 很多時候都要上 course 很多堂上的 變成是時間 真的沒有什麼 沒有私人時間 所以我那時候學唱歌 給了錢老師 很多時候都要上不到堂 所以你說有什麼做 就是工作和練歌 沒有什麼娛樂 尤其是那時候 剛剛還是小 在航空公司 各方面的事情 都覺得很新奇 覺得可以的 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就沒有娛樂 沒有什麼大的娛樂 你說去旅行 去攀山 游泳 真的沒有 是的 突然講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時候 原來你的生活是這樣的 同時 為什麼我問有沒有娛樂 因為有時候 我們娛樂需要有一大群人 但是一大群人溝通 交往的過程裡面 會聽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是的 那時候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大家聊天的時候 百無禁忌 都會突然說一些 似董非董 但人說 我又說的 例如 賣鹹鴨蛋 賣鹹鴨蛋 這個又記得 或者拉柴 哈哈哈哈 瓜佬襯 你們聽過瓜佬襯嗎 不是 賣鹹鴨蛋 有個典故 是的 因為以前 中國人 如果你過了生 不是這樣丟到棺材那裡 通常會先包著 然後再放在棺材 然後再放在泥土 那鹹鴨蛋怎麼做呢 就是用一隻鴨蛋 就用一些黑泥 總而言之就是 鹹泥 你吃過泥嗎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是鹹的 那你要醃一隻蛋 那泥是否要鹹 那隻蛋才會變 辛苦你啊 大哥 Chris 真的 你聽 那些泥是鹹的 鹹的 是啊 我真的聽這個感激 跟遇上很大的登場 這個第幾輯 我知道原來泥是鹹的 19輯 是的 他用那些鹹的 我不知道那些鹹是怎樣的 那些鹹 然後用那些泥 來裹著那些鴨蛋 然後再放在那些泥 那些泥裡面 讓它慢慢醃鹹 所以鹹鴨蛋 就是很像 就是一個人走了之後 用那些泥土撞它 像不像呢 我覺得聽下去就見仁見智 那它的典故是這樣來的 你也要聽的 泥也可以是鹹的 是啊 是啊 你什麼叫它 騙鬼吃豆腐 你剛才說的 我翻順脈就是騙鬼吃豆腐 你剛才那些說話 絕對你真是呼應得相當好 不過關於這個鹹鴨蛋 你又不是鬼佬 我怎樣可以騙鬼吃豆腐 你又不是鬼佬 其實騙鬼吃豆腐的意思 你這個 不要有種族歧視 哦 西人 對 好 OK 騙鬼吃豆腐 就是 什麼意思呢 聽上一段他講的番薯華 大家完全明白 不是 不是 有個書生 看到一隻鬼 那隻鬼想吃的書生 書生就很害怕 沒有理由給你吃我的 他說 其實豆腐還好吃 豆腐比我的肉更嫩滑 那阿鬼呢 阿鬼呢 阿鬼 阿鬼就信他 就吃豆腐 就給他有生存的機會 這樣 講完了 這個就是典故 是的 即使有這個典故 阿鬼吃飯 又是講大話的意思 阿鬼吃飯 不是 講大話的意思 那如果你一個人為了生命 什麼都可以做出 我覺得你很厲害 在這一輯裡面 你完全演繹到 賣鹹鹹蛋 和騙鬼吃豆腐 這個真意 我們稍後再繼續 好厲害 我們稍後再次鑿 我們慢慢演繹 有心 infinite 做得不好 我們要好聽 這就是掩飾你的眼上 我們要哭 我們是可以害怕 我們要好聽 我們要好聽 哪有一點 我們要就好聽 似水 大江去难堪醉 无奈情思 抛不去 陷叹狂风吹飞水 情意尽花烟 燃烧天来去 错为情爱 一生落泪 往日情泪 赴了寒梦 大泪望远方 青山寂寂 怨恨期待变稀序 无奈情思 遭抛弃 漂泊如今冤痕水 爱河有风暴雨风 绿花被尽水 爱河有风暴雨 爱河有风暴雨 作为情爱 一生落泪 往日情泪 赴了寒冷 大泪望远方 青山寂寂 怨恨期待变稀序 无奸情心 早抛弃 漂泊如今冤痕水 爱河有风暴雨风 绿花被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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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悠着 看着这一集感激 等你如想 我也扩复了我的笑容空间 还有我觉得挺有趣味的 像刚才说的 Poli Summer 這個Lobass等等 我聽你說的這個騙鬼食豆腐 和這個鹹鴨蛋 我覺得真的挺有趣味性的 不過我聽你說這個賣鹹鴨蛋 我又有另外一個記憶的就是 曾經學成我聽過一個 因為其實賣鹹鴨蛋有很多的說法 其中一個說法就是 從前在台灣 有一個大婦人家 她有幾個子女 其中一個兒子她就覺得爸爸 爸爸就對她偏心 就是疼了大哥等等 於是有一天她就一路之下 她就離家出走 就去了蘇州 去了蘇州 然後她想自己自立門戶 自己可以闖自己的天下 她要賣鹹鴨蛋為生 最後她嫁了 入罪了一個有錢人家 做了一個有錢人家的女婿 然後故事發展的時候 因為她離家出走 因為她不喜歡家 很久沒有回家 於是很多時候 當地的人會問 你兒子去了哪裡 很多時候他們會回答 兒子去了蘇州買鹹鴨蛋 即是很久沒有回來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有趣的說法 做鹹鴨蛋 因為需要很多石灰 當人要入官的時候 亦都會放很多石灰在裡面 所以過程裡面 就好像製鹹鴨蛋 那個過程一樣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人很久沒有回來 就說她去了蘇州買鹹鴨蛋 另一方面蘇州 在閩南語裡面 叫做土洲 泥土的土 即不是鹹的那些泥土 就是泥土 土洲 她亦都在台語裡面 她有一個說法就是 叫做黃電 哪個電 供電的電 黃電也是墳墓的意思 所以這些串繩在一起的時候 白鹹鴨蛋 人們會覺得跟死亡有關係 死亡的意思 其實這些如果要考究 真的可能還有很多其他的解釋 我有時去想 因為很多古老的故事 一直流傳來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在聽著 還在說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的版本 有時會看一些 跟歷史有關的一些故事 或者一些電影 我經常都會 心裏面會有一個懷疑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些挺有趣的 都會的 因為你很難說 是真還是假 很多東西 變成了就是 猜過一下 不過 如果在趣味性方面 我覺得人生要學習 怎樣去持得其樂 是不是 有時有些事情 不需要這麼認真的 剛才說的 賣鹹鴨蛋 究竟是 這個忘足秋的版本 那些動聽些 因為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傳說的動聽些 沒什麼所謂 都是娛樂一下 對的 我不可以說 騙鬼吃豆腐 那 講到吃這個字 大家不要忘記 10月10日有食 講到吃這個字 我們真的可以 大家聚在一起 在音樂的世界裏 逃脹一番的時候 亦都共享美食 10月10日 我希望這麼多的朋友 會來參與我們 這個難得的聚會 記得如果想找岩先生拍照 你們經常說要和岩先生拍照 那晚10月10日 一定要到 未買票的朋友 記住給8111 8111 找陳先生 訂票 大家最重要 記住看我們這一輯 一定是 片尾歌 我選了一首 秋的懷念裡面的 夢中人 送給大家 真的 找來 你的 詞曲 李宗盛 终的人们你在何处 怨听海潮几湖 颂逢正在暗死 我的梦中的圆儿 你在何处 没有蔷薇的春天 好想数尽端要线 活在没有爱的人间 过一日好想过夜 夜影领前痛苦 草上牵着泪珠 我的梦中的圆儿 你在何处 夜影领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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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流淡 后愿 夜影领前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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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抒情缓了解 活在没有爱的人间 过一日好想过一遍 也引领见痛苦草上牵着泪珠 我的梦中的人儿你在何处 你在何处 好想抒情缓写 好想抒情缓写 我去了什么 我在拍厕所 突然间 我都好想抒情缓写 用点 用点 好想抒情缓写 富林 什么 什么 抽什么 什么 没有什么 好想抒情缓写 有点 是 有点